Consumer Report 让你成为生活大赢家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欢迎收听消费者指南节目 我是柯南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的 是刚刚新鲜出炉的2020年的Consumer Report 他们的汽车可靠性的调查报告 一般来说对于不管是汽车也好 还是其他各种各样的产品也好 那么评测机构的话 他可以把产品买过来 然后去测试他的各种各样的功能 性能等等 但比较麻烦一点的就是它的质量 也就是可靠性 那么这种东西的话 可能刚买来的时候新的东西 怎么用的话它都不会坏 可是时间一长 用了一段时间之后 才有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出来 如果说你没有一个长期的 或者说一个大量的这样的一个采样的话 就没有办法去归纳出产品 它到底有什么样的质量上面的问题 这是为什么Consumer Report 他除了自己去买车 去测试这些车之外 他每年还会给他的所有的杂志的订购者 发这种调查问卷 其中有一项就是关于汽车的可靠性的调查问卷 今年的调查问卷总共收到了是32万9千份 那么这些调查问卷涵盖了市面上各种各样的车子 它的品牌以及不同的型号 那么总共所问卷的这些车 包括了是从2000年开始 一直到2020年这20年间所生产的不同的这个型号和不同的品牌的车子 那在发出去的这些问卷调查当中 他们会询问这些汽车的使用者 或者说所有者 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对于这个自己所使用的这一台车 到底有过什么样的质量上 或者是可靠性上面的一些问题 那么这些问题必须是在过去的12个月当中就出现过的 同时这些问题还不能包括是 就是因为事故或者是其他的意外的原因所产生的 必须是车子本身的这样的一个质量问题 同时在这些问卷调查里边 他还会去询问这些车主 那么究竟是这个车子它的哪些地方有问题 比方说是引擎 还是这个动力系统 还是里边的这些电子设备 那么包括这个问题的情况是比较轻微 还是中等还是严重等等 因为其实这个车子 它就算说是有质量问题 它这个质量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 也是有不同的权重的 那比方说这个引擎 或者说车子里边的这个冷却系统 它的这个transmission这种地方 如果说问题又出现问题的话 那整个车子很有可能就会去要进场大修 那如果说是一些比较细致末节的地方 尽管说它经常出现问题 但是可能对整体使用的影响 并不大 那么当consumer report把这些所有的问卷 全部收回来 再把它里边的这些数据进行整合之后 其实它就是能够看出来这些车子 它究竟哪一个品牌 哪一个型号是比较质量好一些 哪个质量稍微差一点 那这些数据究竟有什么作用 第一个就是对于市面上已经出现的车型 也就是说包括到截止这个2020款的 是确实是有人去问卷调查过 去测试过的 那么我们就能明确的看出哪一个型号 或者说哪个品牌的车它的质量好 哪个质量差 所以说买这个二手车的时候 就可以作为一个指导的作用 另外就是对于新款的车 也就是2021款的车 这些车从生产到上路 到目前为止的话 它的时间还没有到12个月 所以说在问卷调查中 是不会去问这个新款车的 但是因为已经有了历年的记录 如果说这款车在今年没有经过重新的设计的话 那基本上是可以根据往年的这些历史和记录 来预判出新的这一台车 它的可靠性到底是好还是不好的 好的 说了这么多 我们就直接进入正题 我们来说一下 今年的这个 也就是2020年的这个汽车的这些可靠性测试 我们的这个大排名 从第一名到最后一名 那这里要额外说一下 就是尽管说是大排名 也确实涵盖了市面上绝大部分的这个车的品牌 但是还是有一些这个车的品牌没有收录进去 那包括像是这个Mitsubishi 然后Acura Chrysler Fiat等等 那么这些呢 要么就是因为这个市面上的这个销售的这个量 不是特别的多 要么呢 就是它这个问卷里面的所收集到的数据不够 所以说这一些呢 是被排除在外的 好 那我们首先呢 来看这个前五名 从一到五的排名呢 分别是这个Mazda Toyota Lexus Buick 和Honda 那这个榜单里面呢 马自达 丰田 和Lexus 这三个的话呢 其实是常年都会出现在前五里面的 比较值得一提呢 是这个Buick 也就是别克 那么它相比去年呢 是上升了14位 也就是说它去年的时候呢 是在18位 今年排到了第四名 主要呢 是因为它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小车型呢 新出的这些小车型质量都非常的可靠 那Honda的话呢 它的上升也非常大 那么它是上升了七位 那么从去年的12上到了今年的第五 这个呢 其实是因为它有很多车款呢 它的这个可靠性都在一直不停的增加 那么同时呢 它有两款车 一个是这个Odyssey 还有一个是这个passport啊 一个minivan和SUV 这两款车的可靠性呢 其实是比较差的 但是因为其他车款的可靠性呢 都得到了一个比较大的飞跃 所以总体来说呢 它这个名次呢 还是往前排了不少 那从第六名往下的话呢 分别是这个Honday 现代 然后是RAM 公羊 然后是这个Subaru 也就是叫斯巴鲁 或者叫速巴鲁 然后是这个Porsche 保时捷 然后是第十名的是Dodge 道奇 然后呢 11是这个Infinity 12的话呢 是BMW 13的话呢 是Nissan 然后14是奥迪 15名呢 是奇亚 然后16名的话 是这个通用 17名的话 是这个雪夫来 18名是沃尔沃 19的话是吉普 然后20名的话呢 是这个奔驰 然后21名呢 是凯迪拉克 然后接下来呢 就进入到本年度的 这个倒数的后5名 那么分别是这个福特 然后是mini 然后是大众Voxwagen 然后是Tesla 特斯拉 以及最后一名呢 是林肯 在这些排名靠后的 这个这几个牌子里面呢 比较值得提到的 一个是这个奇亚 那么奇亚的话呢 它也是跌了6名 跌到了15位 主要是因为它的两款车 一个是Forte 一个是Soul 那么他们用的是同样的一个transmission 然后呢 都是比较有问题的 所以说呢 整体的这个分呢 就掉下来很多 那除了奇亚的话呢 名字下降比较多的 还有这个福特和林肯 那福特的话呢 是下降了6位 林肯的话呢 是下降了11位 主要还是因为 他们这个旗下的这个SUV的话呢 问题比较大 像是这个福特的Explorer 还有他的Escape 那么都是得分比较低 那林肯的话呢 他们的这个Aviator 还有这个Corsair 也都是有是比较类似的问题 因为这两家毕竟都是同一家公司的 好 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各位收听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